它是一種弧形的方式移動 弧形的方式移動 它的人一直都在這個鏡頭裡面 在導演的豆花店裡 參與銀隊的學童 專注的聆聽和明睿導演 介紹攝影基本概念 一步步學習如何操作相機 使用腳架 運鏡 以及如何架燈 架攝影器材 幫受訪者別麥克風 還有影像構圖教學 訪問技巧示範等 讓小學員們完整地經歷一場 專業的紀錄片訪談流程 並透過影像拍攝 剪輯方法與技巧 學習如何利用影像來說故事 活動中有學員 因為想把拉大提琴的畫面拍好 而報名參加銀隊 導演便借機把燈具 攝影器材鏡頭搬出來 示範打光及攝影技巧使用 直接讓演奏現場變成攝影棚 活動還邀請葉倫慧老師 與詩見仁老師 帶領學童走讀大稻城 來場深度的文化之旅 除了認識大稻城之外 對孩子來說也是田野調查的練習 而旨意大師洪欣傅老師也來到豆花店 將日常唾手可得的紙張 幻化成各式各樣的動物和玩具 導演的豆花店何明睿導演為實踐與齊柏林導演 生前許下你在天上飛我在地上跑的約定 便透過豆花的飲食體驗教學 再由影像記錄學習營 培育影像記錄人才 以動態的方式訴說每一個在地故事 活動同時宣傳市府智利人才 及新著名二代裴力展能 大同區公所表示 希望藉由活動展現市府及區公所 對於青少年學童的關注與承諾 營造充滿機會和活力的城市環境 讓青少年學童都能培養自己的夢想和興趣 建構人生目標努力實現自我 謝謝大同區公所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